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Cindy 欢迎你来到这个讲故事的时间 今天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叫做 《我去散步》 作者是Sue William 绘图的是Julie Rivers 小朋友 你们有没有过散步呀? 你去哪里散步多呢? 去公园散步? 去公园散步的时候你会见到什么呀? 见到很多花花 草草 树 或者是一些小雀飞来飞去? 如果你在街上散步的时候 你又见到什么呀? 见到很多车 见到一些商店 见到很多人走来走去 今天这个故事里面 这个小男孩 他去散步呀 你知不知他去哪里散步呀? 原来他去一个农场附近散步呀 那你想不想知道他去散步的时候 见到些什么呢?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听下啦 我去散步 我去散步 那这个小男孩呢 他准备好了 穿好衣服 出发啦 他说 我去散步 你看到了什么? 你去散步见到些什么呀? 我看见一只黑色的猫 看着我 有只黑色的猫 看着我呀 我去散步 你看到了什么? 你去散步见到些什么呀? 我看见一只中色的猫 看着我 有只中色的猫 看着我呀 我去散步 你看到了什么? 见到什么呀? 我看见一只红色的猫 看着我 有只红色的猫 看着我呀 我去散步 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见一只绿色的鸭子 看着我 见到一只绿色的鸭 看着我呀 我去散步 你看到了什么? 你见到些什么呀? 我看见一只粉红色的猫 看着我 见到一只粉红色的猫 看着我呀 我去散步 你看到了什么? 你散步的时候见到些什么呀? 我看见一只黄色的狗 看着我 见到一只黄色的狗 看着我呀 我去散步 你看到了什么? 你见到些什么呀? 我看见许多动物 跟着我 哇 很多动物跟着我呀 耶! 小朋友 当你散步的时候 你有没有试过看到很多动物呀? 刚才这个小男孩 它见到很多动物呀 它见到些什么动物呀? 你记不记得这些动物是什么颜色呀? 那只猫是什么颜色呀? 那只狗是什么颜色呀? 同时你知不知道呢? 不同的动物它都会发出不同的声音的呀? 猫是怎样叫的? 猫又怎样叫的? 猫又怎样叫的? 狗又会发出什么声音呢? 鸭子又怎样发出什么声音的? 猫又怎样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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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可以学一下它们怎样叫呢? 各位家长 这本书是很简单 而且只有一些句子很多时候是重复的 是一问一答 但是经过这些重复的句子的过程当中 他们会记得故事 以及帮助他们在言语上的表达 以及句子组织的形智 对他们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那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够抽些时间 和你的小朋友一起看书和讲故事 通常你可以设定一些时间 就是在你的五岁或者是睡觉之前 以及你也是去有一个地方 把你的书放在那里 所以小朋友随时可以拿来看的 有时小朋友或者他们是没有兴趣去看完一本书的时候 你可以停在那里 等小朋友他再想看的时候 他自己再会拿回书来看 这样可以帮助小朋友 他们有这个 养成这个阅读的习惯 还有我都希望大家能够看完这个故事之后 你可以和小朋友分享今天这个故事 讲些什么 或者你下次出街散步的时候 你又可以问一下他们 你散步的时候看到些什么 看到些什么在街上 大家在沟通的时候 帮助大家在这个特别小朋友的时候 他们在这个语言上面的发展 希望大家 你们都喜欢今天这个故事 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